大家好!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说起王鹤帝最出名的CP,肯定是与虞书新组成的地心引力苍蓝爵的大豹,让身为男女主角的他们成为了观众心目当中的金童玉女。 纷纷呼吁他们可以二搭,就目前看不大可能,处于避嫌状态当中,各自都有各自的发展路线。 除了于书新,王鹤帝现阶段在与白鹿拍戏,也有吵CP的迹象。 除了白鹿,王鹤帝又与一位女演员关联上,网上已经出现了超话以及CP名。 该女演员就是田希薇,一位新生代的甜妹,大大的眼睛古灵精怪的样子。 CP超话见起来没有多长时间,取名叫田长帝九,只有76个网络帖子,也只有个粉丝。 应该是每个关注的粉丝都发布了一条帖子。 个人观点,大部分人看这个CP的名字就会无脑的支持,寓意真的非常不错。 不得不说,这个名字取得还蛮浪漫的,符合影视CP或者娱乐圈CP的氛围,也比较容易让网友心甘情愿地去磕。 王赫帝与田希薇组CP,从面向上看确实般配,一个甜妹美女,一个侯系帅哥,颜值都相当的高。 四只眼睛齐刷刷地放电,再加上两个人都是大眼睛双眼皮,不免令人不由自主地磕起来。 当然在名气上,田希薇比较弱势,一直没有发展起来,还被曝出一些负面新闻,而王赫帝现阶段风头正盛,人气流量处于高位运行的状态。 合作起来的话,属于男带女的配置。 这对王赫帝不太有利,本身走红不到一年时间,自己的地位都不稳定,搭档不火的女演员,不利于王赫帝抬咖位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 应该合作85话赵丽颖、杨幂等等,或者90话迪丽热巴、杨子、谭松韵等等。 先把自己咖位稳定了再说,就像龚俊一样,明智地选择与杨幂合作古装剧,提高自己的逼格。 王赫帝也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,多和好的女演员合作。 心里影视公司出品的影视剧这两年热度很好,很多大平台都争着抢着药,很容易成为现象及电视剧。 有消息称,心里这段时间要筹备男品古装大剧大奉打更人,男女主角已经接触了王赫帝和田西威,同时配角接触了李鸿意、田宇、刘宇宁、黄梦颖等等。 这个机会对王赫帝和田西威来说很好,首先剧的质量有保证,心里不可能自杂招牌。 再者作为演员演了质量好的剧,对事业发展注定有好处。 一方面可以稳固和提高自己的口碑和路人员,另一方面也可以接触更加上层的影视资源。 能不能合作成功,还要看双方团队的意思。 尤其是王赫帝,现阶段找上门的影视资源数不胜数,好的坏的都有,自然要经挑戏选一番, 不会像之前一样来者不拒,知道要保住利益并且利益最大化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